Celina上個月情人節 才首次公開放閃 小七歲的圈外男友 兩人穩定交往一年多 如今她在自己的廣播節目上 宣布喜訊 我懷孕了 我真的要當媽媽了 肚子裡面的這個小寶貝 我給她取了一個小名 叫做腰果 小腰果 臉書分享超音波照片和孕婦手冊 Celina透露 已經懷孕三個多月 推算應該是去年 去越南玩的時候懷的 因為對當地腰果印象深刻 才會幫寶寶取名小腰果 當小明 在第一個的 驗孕棒兩條的時候 我其實還沒有那個感覺 因為我覺得太不真實了 然後等到 就是每一個廠牌 都已經出現兩條的時候 就那個感動 就真的忍不住 我就大哭了這樣 41歲的Celina說 能自然懷孕 讓她覺得很幸運 第二次產檢 就聽到寶寶心跳聲 讓她和男友都激動哭了 不過懷孕初期 容易瘴氣 她說肚子瘴到 看起來像懷孕六個月 之前健檢時 也發現有四顆子宮肌瘤 最大甚至有四公分 但好在醫生說 肌瘤位置 不會影響胎兒發育 會選在3月13號 宣布懷孕 也有特別的意義 今天呢 是Pinky 去當小天使的日子 然後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 這是一個有趣的連結 因為Pinky對我來講 就是我人生中的 第一個女兒 Celina忍不住暴哭 因為2019年的這天 是她的愛犬Pinky 離世的日子 現在則迎來 肚子裡的新生命 前夫張成忠低調表示 讓Celina講究好 而她的好姐妹 Ella跟田婦珍都說 這是最好的禮物 期待寶寶誕生 30分鐘只有光學一台報導